所以妳沒有跟他見過面就對了 對 我們一直都有在聯絡 他之前跟我正反面都拍給我看 身分證嗎 對 身分證 然後他又馬上收回去 然後他昨天叫我提領12萬 就是說給他彰化那邊的廠商客戶 因為他距離我這邊比較近 所以我從高鐵站要去彰化的高鐵站面交 我直接有跟他說 你為什麼12萬你不直接匯款呢 他說有請責到雙方的利益 就簡單的講一下 妳是不是有把妳的帳戶提供給那個 他為什麼跟妳要帳戶 他怎麼跟妳說的 他就是跟我說 既然台中的助理他在辦婚嫁這個期間 就是叫我先入職 入他的公司 我就是變成他公司的員工 所以會計要我個人的資料 想一想 沒錯嘛 我們身分證 研印本就是給他 然後接下來的第二天 他就跟我說有一筆款項 廠商機則要吹款 叫我親自念交 他就先借了28萬 然後先叫我提提12萬 去16萬 他說讓我保存 好 沒關係 你現在這個狀況 基本上聽起來就是 這位陳先生 他用你的帳戶 對 用人頭 對 比較像人頭 你這個款項 之後應該人家就會報案 你的帳戶可能會變成警示帳戶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可能馬虎跟我們 會派出所做個協助調查 會派出所做個協助調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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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